薛瑞挑高了眉毛 他真还不是生气 他现在同什么人在干什么 他是气他 半点大考前的紧张都没有 别人参加大研事 哪个不是没日没夜的温叔 他倒好 这大晚上的还出来溜达 说 于叔正在同景晨 面对面的黑黑的傻笑 猛一天有人这么叫他 转过头来 只见前路夜色下 薛瑞一身黑色的断袍 领上围着一整条 骚包十分的雪白的球皮 笑眯眯的朝他走过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过来了 温叔看看走近的人影 出声的问道 景晨也转过身 看见来人是薛瑞有些意外 薛瑞同景晨视线一对 点了一下头 两人算是打过了招呼 后对于叔说道 临时要外出公差 去个几日 我是来找你算下行程 你这会儿方便吗 于叔虽然是奇怪堂堂的薛家 怎么会连个做客问补的一师都没有 这等日常知识 还需要他到他这里来 反而还是满口答应下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吃过晚饭了吗 薛瑞点了点头 又看了一眼他们两人手上 拎着的吃食问道 你们还没吃吗 于叔举了举手中的糖膏 天冷懒得坐 出来买了吃 走吧 先回我家去 薛瑞看了一眼景晨 点了点头说 好 面对薛瑞突然的造访 于叔并没有多想将人领回家 于小修看到薛瑞来了 很是高兴 嘴里叫着薛大哥 不用于叔使唤 就自觉地跑去厨房烧水汽茶 景晨走在于叔和薛瑞的身后 将手中吃食放在桌上 原本是要想回到屋里去 但是走到门口 又一转想 小于现在成了女子 是不便和一个男人同处 就站在门口没有往外走 转回身看着他们两个说话 于叔引了薛瑞在桌边的座下 问道 哎 你几日出门 都要我算些什么 明日一早 你帮我算一下 往后几日的殷勤 我的八字你上次留有 再测一测这一行 有何避讳 是否顺利 明早就走 哦 那我现在就给你算去 你先坐一坐啊 于叔站起身就往屋外走 薛瑞叫住他 不是还没吃饭吗 你先吃 我不急 没事 刚垫了肚子 扭头见 景臣还站在门口 就对他说 景臣 先吃饭 不用等我 说吧 就钻进了礼物 点了灯 铺了纸 找出了上回薛瑞留给他的八字测算 难得薛瑞有事找他帮忙 他是肯定要算个周详 何况还有景臣在 不知会不会让他受影响 堂屋里这下就剩下了薛瑞和景臣两个人 一时安静了下来 薛瑞站起身 在这不大点的客厅里走了一圈 看了看正在里头埋头写算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余书 回头对着从刚才起 就一直站在门口 静静地注视着他的景臣问道 景少侠 为何这样打量薛某 景臣想了想 如实道 我觉得你眼熟 像是以前见过 薛瑞呵呵的一笑 走回了桌边坐下 摇头说 景少侠这等的风采 若我之前见过 必会不忘 可惜 言下之意 是说他们之前从未谋面 薛瑞接着指了指桌对面的空位说 坐 景臣走过去坐下 视线依旧落在了薛瑞的脸上 换成是别人被他这么盯着 早就会觉得不自在 薛瑞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开口问道 你在安林城住有一段时日了吧 听阿叔说 你是到京城来办事的 冒昧地问一句 事情办得如何 尽管余叔没有说明景臣的来历 但薛瑞是从太亨山会的案子中审问到不少 是已清楚景臣是行船途中 被人从江中打捞上来 受了重伤 经由余叔照顾 后同他一起从船上逃生的事 薛瑞见余叔对此景臣十分的亲近 显然是有一份患难之情 然而他却担心 景臣这等江湖人士 备有仇怨 早晚会对余叔不利 薛瑞也知道 余叔是个极重情义之人 那一夜遭逢杀手 为景臣拦刀所救 心念着这份情义 若自己告诫他远离此人 必会惹他不快 所以他便未曾问过他景臣的事 但是总让他们这么长久的相处下去 却是薛瑞不愿见的 不论出于关心或是私心 景臣听了薛瑞的询问 心到余叔又骗了人 为免拆穿他的谎话 仔细地想了想如何作答 才开口道 没什么进展 或许要再等上一阵子 是有什么难处吗 薛某冒昧 敢问你到安陵究竟是为何事 若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当加以援手 景臣本来就不会说谎话 面对薛瑞的追问答不出 便沉默了下来 薛瑞不紧不慢地继续问道 难道有什么不方便讲的吗 嗯 我要找一个人 景臣迟迟地开口 虽有所隐藏 但却是实话 他失去了记忆 梦中得到了提示 他这番下山 是为了寻找一个破命人 但那人是谁 在哪儿 他却一无所知 哦 薛瑞的目光清闪 食指在桌面上浇卧 看了看景臣 正色道 是亲戚还是朋友 找人的话 不妨你将那人的体貌特征 说与我听 我在京中有些人脉 可以帮你打听 话必 只见景臣摇了摇头 便没有了下文 薛瑞正在琢磨着 他这一摇头 是个什么意思 于小修就断着茶壶 推门进来了 他于是话题一收到 哦 既不方便讲 那等少侠需要帮忙时 再同我说吧 景臣点了点头 多谢 于小修给薛瑞和景臣 分别倒了一杯热茶 便坐到了薛瑞的身旁 扭捏地问道 薛大哥 你出门几天啊 他是惦记着薛瑞答应他 带他去骑马的事 担心他这一出去 到时候回不来 那约定便不作数了 于叔到了京城 经济独立 于小修没有了 在技家的压力 和同龄人在一起玩耍 不多时就越发显露出孩子气 谈不上贪玩 但也不似以往 只晓得一个人读书做家务 别的什么都不上心 于叔巴不得他性格更能开朗一些 就少管束他 好在于小修十分听话 让人放心 薛瑞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多则六七日就回来了 你不是下个月初五初六 书院放休吗 等我一回来 就带你去骑马 嗯 于小修被他说中了心思 既是腼腆又有些高兴 肚子里咕咕地叫了两声 便将桌上打包的熟食拆开 先递了一个肉火烧给薛瑞 薛瑞说道 我吃过晚饭了 于小修又在油纸里翻了翻 捏起了一个茶叶袋 扭头对右手不方便的景臣说 兵道哥 我给你剥个鸡蛋吧 嗯 大约做了小半个时辰 于书才从屋里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各类的批柱 递着了薛瑞道 没什么大事 就是你出去那几天 可能会正巧遇上头一场雪 仔细地乘车路滑 来回都别急 当心困在路上 在古代 道路并非四通八达 出了城不多远就是郊区 郊外的路不好走 一遇上大雨大雪 路面泥泞 限马翻车是常有的事 月入深冬 天是一日比一日冷 于书擅长的是晴雨的预测 还未对更复杂的天气变化 有过更深入的研究 是也说不清楚 这腊月里的雨是否有雪照 但还是特意地提醒了薛瑞两句 薛瑞记下了于书的钉柱 将那张批柱折起来收进袖中 看时候不早了便起身告辞 明日还要早起 我便不多待了 见他要走 于书的心里稍作犹豫 便摘了门后的灯笼 对薛瑞道 外面露黑我送你 他不是个拖泥带水之人 既然打算了把话 要和薛瑞说个清楚 今天见着了 择日不如撞日 再拖到大研室开始 未免压了一桩心事 让他分心 薛瑞还未说什么 锦辰便先开了口 我去送吧 文言已经走到屋门口的薛瑞 扭头看了他一眼 而后又看向于书笑道 都留步吧 轿子就在外边街上等着 不至于天黑 我就迷了路 锦辰的想法很简单 以前他将于书当成了男子 偶尔他走个夜路 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知道他是个女子后 不眠就要多一些考虑 于书大概是猜到了锦辰的想法 好笑自己在他的眼中 突然变得娇弱了 因有话同薛瑞说 于是对锦辰道 我送他到巷子口就回来 锦辰心想 送到巷子没多远 就没再说什么 薛瑞看着于书执意要送 心想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便同锦辰于小修道别 随着他拎了灯笼出了门 这个时候灵力街坊一半都关门熄灯 洗洗睡了 野猫们也都各自找了角落避寒 巷子里静悄悄的 只有一盏灯笼照着前头半丈远的路面 两道人影间聚着一臂的礼数 走在了坑洼的小路上 被考得如何 我听赵苗说 你只去了太史书院两次 就没有再去了 看过了历年的卷宗 心里有数就行 再去怕给冯公子添麻烦 别的几颗都好说 就是义礼 我不善谴词造句 怕到时候歪了题目考差了 于书一面回答 一面琢磨着怎么同薛瑞开口 哦 不要紧 到时候你将字写清楚就行 记得保管好你的考贴 千万别弄丢了 薛瑞叮咛了几句 话锋一转说 哦对了 明日你不出门吧 这个月大理寺发供 多出来了三十斤氢炭 我使人给你送来 上次薛瑞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于书家里没有烧炭火 前阵子还好 今天下了一场冬雨 眼瞅着就要结冰 再不添炉子烧炭 冬天是很难熬的 夜里读书的话 没有一盆炭火很容易动了手脚 再下一场雪 说不定会受风寒 生病就坏了 于书的神情一动 转头看向了薛瑞 正对上他目中的一片温序 心情呼得有些烦躁 他抿了一下嘴角 忽然停下了脚步 薛瑞也跟着站住 怎么了 薛瑞这个时候 总算发现他有些不对劲 薛大哥 于书遍过视线 看着路面上一团朦胧的光影 放低了声调 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了 我与你只能是知交 薛瑞 薛瑞微微的一愣 将于书这句 没头没尾的话 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方才回过味来 再看看于书脸上淡淡的神情 不禁勾起了嘴角 露出了一抹不明的笑 他只当这丫头天生的少了那根筋 不想 原来他心里是清楚的 薛瑞此时并不着急 反而低了头 轻声地去问 即使知交 我多关心你一些 有何不妥吗 察觉到他的靠近 闻到了一缕轻盈的书卷香气 于书将手上的灯笼 换了只手提着 不着痕迹地退开了半步 轻叹了一声 低声道 不妥 我已经有心仪之人 不能再平白地接受你的好意 于书低着头 便未能看到薛瑞此刻的表情 他紧张地手心冒了汗 等着他的反应 其实这事是他做的有些不地道 早在薛瑞一臂揽下了 太亨商会那起案子时 他便对他的心思有所察觉 后来明确是他来找他入考大研室的那一天 他询问他为何对自己如此照顾 他当时一句反问 他心里清楚 他心里清楚 却同他装了糊涂 他是不知道他桥上塌了哪一点 不然他真心想往死里赶 就两个人的身份地位之差 能被他看上 不得不说是他倒了一回邪眉 现在他对他坦白地直言 说要不担心惹恼了他 那是假的 薛瑞待他的好脾气没错 但那天亲眼看到了定波馆里 他同一位皇子冷言冷语 就知道他也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主 这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顽固 又岂是好惹的 就在虞书的忐忑不安中 一只手轻轻地在他的肩上跺了落 耳中传来了薛瑞过于平静的声音 我早了 就送到这儿 你回去吧 话必 肩上的那只手便离开了 并未多坐片刻地停留 虞书缓缓地抬头 是只能看见前面一个 渐渐模糊的背影 捏紧了手里忽明忽暗的灯笼 干咽了一口吐沫 按理说薛瑞这不温不火的反应 他应该是松口气才对 可是不知怎么的 他觉得这事没完 薛瑞走了 虞书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巷子里 干占了半晌 直到景城出来找他 小鱼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虞书回过神 方觉的脸被风吹得凉嗖嗖的 缩起了脖子 转身小跑向景城 把灯笼递给了他拿着 把手举到了面前哈气 哦 冻死了 快回家 维心街上 一顶暖叫被抬起 薛瑞坐在了视线昏暗的窖中 面无表情地解下了胡球围领 松了松金口的银丝扭扣 背靠向身后的棉垫子 一只手轻捏着眉心 片刻之后 一声轻笑 心仪之人 呵呵呵 第二天 还是有人到回心街送了火炭 沉甸甸的两大筐抬到了家门口 虞书出来应门 瞧见来送炭的两个脚夫满头大汗 愣是没好意思开口让人再抬回去 正赶上早饭过后 巷子里的几家妇人 刷锅洗碗出来倒馊水 见着了 纷纷围到虞书家门前看稀海 指着那筐里的一根根 整齐马着的黑青窑炭扎舌 对于城南居住的普通百姓来说 冬天烧用的木炭 都是从做饭的炉灶里掏捡的 而采买炭窑烧出来的成炭取暖 则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 医生啊 这炭的多少钱已经啊 你怎么买这么多 烧得完不 对门许大娘同虞书家有来往 语气熟忍地询问他 扭气熟忍地误论 烧队的无能够 烧队的无能够